9月6日,风靡世界的大黄鸭亮相北京原博园 不少游客为意度其神秘风采,一早冒雨前往观赏 不知是否因天空不作美影响了观赏效果 游客们的评价似乎不高,心情也略显低落 6日上午7点30分,中心设计者来到北京原博园 由于还未到开源时间,再加上天空一直下雨 正在充气的大黄鸭则独自在原博湖上静静的漂浮着 气氛稍显冷清 上午9点钟,雨停了,园区也开门了 大批游客静止来到大黄鸭亮相的原博湖拍照留念 就连在原博园里做服务工作的志愿者 都忍不住开了一个小差,到此一游 那就是说9月6号开始大黄鸭就是首秀在原博湖嘛 然后就专门选这一天来做那个选河滴路上来做志愿者 顺便可以看一下 今天一大早就来了,大概是9点多 然后发现这边人已经很多了 然后就从上面那个观景平台下来以后 远远的看到这大黄鸭 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兴奋 第一时间就拍了照,发了微博 其实大黄鸭并不会像真正的鸭子一样在水里游泳 它是靠一个巨大的钢铁底盘漂浮在水中 据袁博园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北京展出的大黄鸭高18米,长21米 体重高达900公斤 个头远远超过了香港展出的大黄鸭 不过这个精心定制的北京版大黄鸭并没有让观众为之动心 甚至认为他来错了地方 就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之前看香港和上海照片都觉得这只鸭子巨大 然后就见了他之后就觉得好像有点蔫儿吧 估计就是下雨 就是人多点地儿,年轻人多点地儿 什么后海啊这一类的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 我觉得太空旺了 对,完全就是觉得没有那个气息 其实记者也发现,袁波湖里的大黄鸭的确不够肥硕饱满 扁扁的鸭嘴看起来像一只上了岁数的老黄鸭 究竟是什么原因 据几名坐着小船在大黄鸭周围忙碌的工人透露 原本早已拖下水固定好的大黄鸭 由于湖面水位的下降 导致鸭身略微倾斜 它们正在抓紧时间调整 在位置调整,它们将加大充气量 最终保证大黄鸭圆润饱满 不,现在是这样 现在我们不能太足了以后 我们现在调整好位置 把它高低 你看下面吧 现在鸭子有点歪 由于这个水位的变化 鸭子有点歪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调整好 我们会加大充气量 田玉海说 这只充满气的大黄鸭 平时也需要一台古风机 24小时不间断的转动来保持它的身材 据悉 北京版大黄鸭将在圆波圆内停留至9月23日 这只充满气量